嗨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现在呢我要进行的是生活书学第一本 我们翻开第九页 我们之前都已经做了 那前面的也免现在我们翻开第九页 两者图形对应 对应的早早看家里的物品的影子在哪里 画线点一连 看一下这个椅子还有这个椅子 它的影子是在哪里呢 现在我们要拿出我们的小蜡笔 然后拿出你们想要的颜色 还记得有哪几种颜色吧 有红色 有青色 蓝色 还有黄色 yellow 来我们来找一找它的影子 你看我们这个影子下面有1234 是条长长的 所以看一下这里有吗 1234 有耶 一模一样耶 所以呢 把它连一连 我们连起来好不好 从这边去找它 画下去哦 哇 好好的哦 然后看一下这个椅子下面有1234 下面有两个 还有一个痕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个影子 有哦 所以我们一直把它连起来 之后我们再看它的第二面 接下来的第十面 两者长短的比较 要拿出什么了 对了 要再拿出这一个的时候了 这个1234的 1234的 123的板 这是要全部拿出来好吗 然后呢 这个是 1 这个是 2 1在这边哦 所以1这边 一个 1 接下来这里就1 2 好老师没有多处的1 所以呢 就只好拿3来代替哦 我们把它放着 然后放一下 嗯 看一看 比一比 数字板 这个是数字板 哪一边比较长呢 拿数字板 放放看 较长的在圈圈 啊 在那个圆圈里 浮上颜色 这个有长长吗 1 没有 这个 豆河3是不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个小的圆形来 浮上颜色 这个不要浮哦 挖着笔 然后涂涂涂 希望小朋友们自己可以自己做哦 好 拜拜